藉由竞赛活动 呼吁大众 重视孝道与人伦 为了台湾祈雨 应该是全民共同的愿力 这场求雨祈福的活动 不分宗教团体 也不分中门教派 每个人诚心地 恭送六支大民众 一同齐寝 长连庇佑 消灾降福 解除憾象 让大家共享太平的和谐盛世 借着他们在全白当中 大家共同来发参会 来发祉愿 用这个慈悲的愿力 让孩子也能出一份 当中当这个季后 一个另类的其余仪式 我觉得说 让大家有这个善愿当中 不分大小 都能够尽一份力 因为孩子清明 在我们的孩子当中 因为我们的灵性清明 当中因为它会来 我们这个天灵盖还没蓋 这个信还没蓋 所以要接受到 上天的波段很容易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希望上天感受到 我们也很好 为我们大队开始到现在 我们上天一直在视线神迹 都在开始在地上 我也觉得天是滋滚的 但是人如果没有照天理 天没有照价值 希望大家可以做好自己的本分 三公五 最受益百敌 是人的根本 公主陈瑜一表示 现在刚旱危机越来越严重 借由儿童趣味的竞赛 温馨快乐的情境 笑到涌船等人论重建的系列活动 祈求昌天 普将甘霖 也呼吁人人感恩 所有满满的爱 把握每一段 可以跟父母相处的时光 史方新闻 郭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